现在是早晨的六点钟 这是小狗们在家的最后一个庆祭 因为我们要送他们离开 当一切准备就绪 就差小狗仔入住了 就这样一个又一个 把他们抱到车里 然后我们就出发了 小狗狗们 小宅宅们 你的太奶奶 今天说不太舍得你们走 从我家到要送他们去的地方 大概有四百公里 对于我对于他们 都是一种口感 大哥来回去来 大哥不是你想来这边 就跟你骂着人 一多岁就去上前面 是不是有点耶呀 哎呀耶呀 咱可就不行了 这好像是咱家大哥 那年前你干吗放了 floors with a friend 甩下吃 なんか杨贵飞 大贤的蟒兽 其他小朋友抖睡觉了 你俩来着对吵啥呢 啊 你睡觉如下小天使 好可爱的 好在呢他们体力不好 在家的时候呢 我们又特别有心机的 让他们玩了一会儿 所以呢他们不叫 不啪也不闹 但是中途这顿饭 还是必须得喂的 毕竟距离远 晚上他们还得做飞机呢 所以我们把他们分开了 分别给他们喂了喂狗粮 然后又准备了满满的一盆水 很快就让他们多喝完了 当我正准备 我把上野的小口感放过去的时候 我发现了这只小可爱 想睡又不敢睡的样子 还不到睡 当我们松走了一部分小口 又马不停蹄的跑到了第二个地方 把剩下的小口松走 像人家这样的话 眼睛不知道喜不喜欢你俩这个四处 跟三处一样 在往六点左右的时候 我们终于赶到了第二个地方 再见了 我正和这个小口告别的 隔壁笼子的小黑狗 竟然在和隔壁的小红狗吵架 等一切都安排妥当 已经是晚上八点左右了 直到服务去了 不知道几点回家 后来我就记得 我一直在开车 一直在开车 到假的时候 已经是下半夜 接着发视频之前 已经有狗宝宝投向了主人的怀道 没事 看我熟悉一下 然后我就发现 我给狗子拍照的技术 实在是太辣了 散除 行了行了 哎呀我早上起哭了 这是我昨天晚上到家之后 散除热情的迎接我 后来呢他就去睡觉了 再后来我听到内容有动静 我就赶紧把窗帘拉开了 我当时还以为 我已经散除伤心难过了 结果是小边梦睡不走 人家感觉没有啊 就是睡觉 我本来醒了 是不是 第二天 站住 别死了 小伙小点生走了 这就干算 我看了 你开门了那呀 过来来 回来 回来来 回来来 过来来 散除就这样 在院子里跑了好多好多圈 然后确认了 外外没有其他敌人 他才返回到屋里 他还行 我还行 这不在怕 这就要难受呢 早就不行了 狗在下是难受 哈哈哈 你走出 这就是他 是 带狗宝宝走后 与妈妈的聊天记录 你去看 散除 我看 散除 我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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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除呢 就像没张信似的 这女主人和妈妈 都非常地难过 这叫 激光 我 别生气我好吗 再也不下这儿 我再下 我说现在我都不敢往那边瞅 我一边瞅 我一边瞅我戏就不得劲 然后再对的不好 我戏就多难受 我现在都不敢往那边瞅 以后还要不要狗瞅瞅 再不瞅 前面瞅不瞅了 瞅不瞅 下次没有就没有 虽然屋里的气氛不太对劲 外面又是不一样的田地 小哈呢就非常的开心 变为又开始放炮了 以前的这个时间还在放小狗 然后这时候狗还没睡觉呢 现在这个时间你看看 是一个个睡的 平常散除 其实一点感觉都没有 都没意思了 王做梦都是消息了 共粉狗宝宝到了新家 有有有 买得吃买得吃 乖乖乖乖 买得吃没人给你握枪啊 找到一天的狗宝宝 已经叫到了新朋友 冰淇新朋友对他充满的好奇 这次名叫卡路里的小科技 我实在是太喜欢了 可能让散除下这儿真的下错了 我当时只考虑了散除的感受 而没有考虑其他人的感受 更违背了我最开始的出动 我养狗是因为我喜欢 我拍视频赚钱 是为了更好的养狗 而追踪的一切 我是希望自己快乐 尔玛他们送走 我不开心了 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左右 遇到了该放狗子们 是一个方便的时间 请大家打出感谢二字 谢谢阿尔玛先生 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 盛宴的节目 让我们交给三厨和小哈 他们为大家带来 爱的魔力转圈圈 爱的魔力转圈圈 想你想到新花路跑黑白天 可是我害怕 外面的世界如此危险 屋里的世界充满阳光 虽然屋里和外面有所不同 但是对于这只小狗 在他的世界当中 在哪都是一样的 下面有请我们的钱包先生 为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马上到夏天了 天热别带啥都扯着 容易猝死人 你啥在这儿需要干啥呀 这块什么那块地方好啊 那天热成这样 怎么在这呢 这边 干啥你们啥呢 瘋了 在一个地方 那块啥也想管好啊 当扇厨看到热热 他看没有咬也没有闹 而是那块鼠得跑向了另一个地方 我以为那他对热热的主意消失了 抓了几条之后 三厨又反了回来 看来有没有小狗家 三厨多不喜欢热热 小哈呢 换成了小便墨 他俩现在是王不见王 小便墨这一款呢 他吃了大费了 他没有在外面玩多长时间 因为过节 有人放便炮 一放不放就进楼呢 这便墨就突然进去 三厨呢 看我过来了 马上就准备投入我的怀抱 而此时呢 不巧的是 又有一家方便炮了 多害怕了啊 嗯 此时的三厨 一晚上大事不妙 他翘翘的呢 往阿尔瓦的身边靠了靠 而看这一系列的操作 反映出他的内心 十分的紧张和害怕 大概过了五分钟 便炮上不再响起 阿尔瓦的准备出去 碰碰运气 便炮上给狗子们的内心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仔细的看 他俩吃着饭 都走看看又看看 幸亏一年 直播一次年